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IBBA的admission talk和alumni sharing 我是Frit,我是雙學院的助理院長和IBBA的program co-director 在接下來的十多二十分鐘,我會和大家很快分享一下中大雙學院的IBBA這個program的一些重要的program features 然後做些什麼呢?我們很開心請到三位不同校友回來和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我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大雙學院 中大雙學院其實在香港是歷史最悠久的一間雙學院 我們在1963年就開始成立 而且中大雙學院也是在區內第一間offerIBBAprogram的一間雙學院 如果我們說到IBBAprogram,其實很多很多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但是在有閒的時間之下,我們當然要做一些簡單的取捨 我們去介紹中大雙學院的IBBAprogram 我通常會將那個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四個很重要的program feature上面 大家在這個slide上面就看到了,我們會講comprehensiveness 我們有high flexibility,我們有dual degree program 最後我們有diversify的co-curricular activities 我接下來就希望可以就著這四個方面跟大家介紹一下IBBAprogram 第一個,comprehensiveness 大家去報Jupus的時候一定有留意得到的了 其實香港不同的大學當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相似program 都叫做BBA,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但是中大這個program你看到有特別不同的 我們叫做IBBA 這個I其實stands for 什麼呢? 大家可能其實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Integrated的意思,綜合 這個我們會叫做一個綜合的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其實希望透過頭一年兩年的時間 希望每一個進入IBBA的同學呢 都會受到不同business area 的training 那譬如我們現在放在這裏 我們會有finance course,金融 我們會有management course,marketing,accounting,economics等等 換言之呢,其實同學進入到來的時候 在頭一年,頭兩年的時候呢 其實不只是讀一個特定的範疇的 相反,其實它會在各個不同的商業範疇呢 都會有所涉獵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說這個program 是一個comprehensive training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了 那第二個,Facibility 和Facibility 有關呢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講的 先示範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OK 剛才如果你有留意呢 我就說了 那同學在year one year two的時候 一個IBBA的同學在year one year two的時候呢 其實會受到不同方面的training 剛才說,finance,management,marketing,accounting,economics等等等等 那但是呢,我們都會知道呢 同學也都可能會對特定的商業的範疇呢 有興趣的 譬如你可能讀了一隻finance course 之後 你會發覺,嗯,我真的很喜歡finance 那你就可以,那不如專攻finance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所謂的concentration areas 那同學在這張list上面呢 就見到現在underIBBA program裡面 不同的屬,我們叫做專修範疇 concentration areas 給大家選擇的 那我們見到business analytics OK 這個名字可能大家一聽的時候 business analytics是什麼來的呢 可能未必立即知道 那但是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data analytics 是吧 聽過big data analysis 是吧 那business analytics呢 其實是一個discipline 就是透過我們怎樣去運用數據 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數據之後 怎樣可以幫我們呢 去改善一些商業決定 那這個全部都會under business analytics 這個範疇的 OK 那除此之外當然有business economics business economics 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general business marketing big data and quantitative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和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這九個呢 就是同學 IBBA的同學 可以選擇的一個專修範疇 OK 那每逢我說到專修範疇 concentration areas的時候呢 我都會有兩樣東西呢 希望同學會知道的 OK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concentration area 都不會設立一個quota的 不會設立一個quota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同學可能會 讀完你第一年之後呢 你可能發覺 我真的對economics是很有興趣 OK 那我希望year 3 and year 4的時候呢 可以dive in讀多些economics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知識 那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說咦 今年好多人喜歡business economics 你要跟別人爭奪 你要鬥高分 才能入到 如果不是呢 你就可能要讀其他的了 在IBBA的program的設計裏面呢 以上這個情況呢 是不會出現的 是不會出現的 不行 這個就是我所謂 沒有quota的意思了 OK 同學其實你在year 1 year 2 收集了不同的範疇的科之後 你對哪一個範疇有興趣呢 其實就可以選擇那個專修範疇的了 OK 這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一定有同學呢 是很貪心的 OK 他可能會讀完finance 我好喜歡finance 我讀完economics 我都好喜歡economics 那我怎樣選呢 OK 那個good news呢 就是呢 我們在這個concentration area裏面呢 其實同學最多是可以選擇兩個concentration area的 兩個 而且剛才講過 亦都沒有quota的 換言之呢 這個IBBA的同學呢 他可以在第三第四年的時候呢 去 既是take finance的 courses 亦都可以take economics的 courses 到你畢業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有兩個不同的專修範疇 finance 和economics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呢 我想在所謂的科技設計上面 怎樣做到一個高度的靈活性 concentration area的選擇呢 就體現了其中的一件事出來 那當然呢 其實作為IBBA的同學呢 他的選擇就不單止 只是我們剛才講的九個concentration area 那這個呢 有少少複雜的slide呢 其實就告訴你 作為一個IBBA同學 你有什麼不同的選擇 不如我們先看一下 譬如右上角 右上角 你看到是double majors double majors double majors是什麼呢 double majors呢 我們叫做雙主修 雙主修 OK 那麼你看到 譬如第一個選擇呢 是IBBA and professional accountancies PACC 那麼這個program 或者這個選擇呢 其實是對什麼類型的同學 是最適合呢 就是那些 嗯 一方面呢 我很希望有一個綜合的訓練 OK integrated 的訓練 那麼我每一個area 我都希望可以去涉獵多些 但是同一時間呢 我又很喜歡accounting 我希望呢 一方面我學工商管理的知識 另一方面呢 我學一些更加專業的會計方面的知識 那你就可以選擇一個這樣的double majors OK 那你就會去take business courses 亦都會去take更加多的accounting courses OK 那你見到呢 這裏我們其實有三個不同double majors的選擇 IBBA and professional accountancies 是一個 第二個 BBA and IFAA insurance financial and natural analysis OK 最后一個選擇呢 就是IBBA 和quantitative finance QFN OK 那剛剛講過了 這個double major 是IBBA的同學裡面的其中一個選擇 OK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右下角 右下角 Double degree OK Double degree又是什麼來的呢 你見到我們寫了 Double degree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跟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的一個合作來的 是Under double degree的同學呢 同學總共呢 會在中大花五年的時間 花五年的時間 去修讀兩個學位 OK 第一個學位當然就是BBA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BSCC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的Degree OK 那這個program 最適合那些 一方面希望接受多些商業方面的訓練 但是同一時間呢 又很有興趣去做Journalism 或者communication 方面的工作 那這個double degree的option 就是一個很適合大家的選擇 好了 看一下左上角 OK 左上角 minor 中文我們通常會叫做副修 副修 那minor是什麼來的呢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的 我誒 中大有一件事很好的 OK 不只是商學院 中大整體 是有一件事很好的 就是我們一間很大的大學 那當然一方面很大 就是講我們的campus很大 OK 我們的campus很美 那很可惜 今天大家就回來去看 但不要緊 都可以自己找時間過來 OK 還有下一年你入學的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已經正常回學了 另一件事我們畫一間很大的大學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講我們有很多不同的departments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faculties 那這一件事 不同的departments 不同的faculties 又怎樣影響到作為一個bba business的同學呢 就是通過複修了 就是通過複修了 那你作為一個bba的同學呢 其實你不單止可以take business related courses的 不單止 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 可以take literature 做你的minor 你可以take 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ion economics 或者不同的languages 其實有很多同學呢 bba的同學呢 他除了讀business之外呢 他都會讀多一個複修的 OK 其中留下一個就是languages 可能會讀西班牙文 讀韓文 讀日文 讀德文 法文 等等等等 OK 很多不同的選擇給大家 如果你看到你有留意的話呢 我特意去講漏了一個option 其中一個option 就是EPIN EPIN EPIN 其實EPIN是什麼呢 就這樣看這四個文字 你當然不知道是什麼 EPIN 其實是說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是什麼意思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這個是我們近年開立的一個新的複修課程 其實有不少的bba的同學 和其他不同faculty的同學呢 都很喜歡這個minor的program 我都會建議你們呢 可以仔細去了解一下 好了 那最後一個option呢 我沒有跟大家講的呢 so far 就是一個double degree的program double degree program double degree program double degree program 又是什麼來的呢 現在呢 中大商學員呢 是offer的一個 sorry 一個dual degree program 是一個dual degree program 其實這個是一個collaboration between cuhk business school 和西班牙的IE business school 這個dual degree program 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同學將會總共花四年時間 在這兩間大學裡面 OK 花四年的時間 四年之後你畢業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有兩個學位的 一個就是中大商學院的學位 OK 一個BBA OK 另一個呢 就是西班牙IE business school 頒給你的學位 OK 換言之呢 其實這個dual degree program 這個dual degree program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的program 來的 好簡單的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program structure 在這張sign上面 你就見到 dual degree program的同學呢 在first year入來的時候呢 是一個IP-based同學身份入來的 然後你在year one的時候呢 你可以申請transfer in 去進入這個 正式進入這個dual degree OK 那麼呢 在year one 你將會在中大商學院度過 OK 可以take不同的courses 然後在你的second year 和你的third year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不會在香港的了 其實你就會在西班牙了 在IE business school 去take那邊不同的courses 去建立你自己的人脈 OK 去experience西班牙 OK 甚至整個歐洲不同的環境等等 那麼去到呢 你完成了你的third year 到你第四年了 就會回來中大商學院 去完成你的degree 那剛才講過了 你第四年完成了整個課程之後呢 其實你將會得到兩個degree 中大頒給你的degree 以及IE business school 頒給你的degree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dual degree program 了 今年呢 還有一個新的arrangement 那麼今年 來未來IBBA的同學呢 其實你在first year完了之後呢 你都可以申請transfer in 進入IBCE這個program IB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hinese Enterprise OK 那麼這個program有些什麼特別呢 這個program呢 特別的地方呢 就好像dual degree那樣 它都是一個不同的universities之間的合作來的 那麼在IBCE裡面呢 我們的合作夥伴呢 是美國的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OK 那麼IBCE的同學呢 在頭一兩年呢 頭第一年和頭第二年呢 其實都會留在中大商學院的 第三年你會去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那裏做一個一年full year的exchange OK 你會留在美國一整年的 去到你fourth year呢 才會回來中大 OK 去完成你的學業 那麼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完成了你的bachelor的degree之後呢 其實你有一個option 就是去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修讀一個碩士課程 一個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課程 那是一個一年的課程來的 OK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個IBCE的選擇了 好了 我講了很多關於programs上面的東西 OK 不同的選擇啦 這個時候你可能已經很 頭昏腦漲的啦 OK 不過有一樣東西是好的 就是網上的這些直播呢 我們接下來也會將它展輯再放上網的 那麼記得留意啦 接下來呢 我就想和大家呢 講多一點點 兩樣東西的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soulin body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關於co-curricular activities 那很簡單跟大家講一講呢 就是現在我們中大商學院裡面呢 其實已經有超過1300個學生 超過1300個學生 從20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那麼你會見到我們這個list啦 Australia Brazil Kalanda Chile China So on and so forth OK 那我不再講下去了 那麼中大商學院呢 其實 極極的學生呢 其實是整個中文大學 以至整個香港裡面呢 其中一個最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OK 那麼剛才講過了 中大商學院呢 也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business school 那所以呢 同一時間我們也有一個全香港最大的alumni network 那麼我們有超過4萬個business school的alumni 那如果你說只是IBA program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超過9000個alumni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我這裡就分開三部份和大家介紹 很快地很簡單地介紹 第一個就是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我們有個匿稱 OK 我們叫GEL GEL OK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我們希望呢 同學不單止很熟悉香港發生什麼事 不單止是這樣的 可能他還要有 我們覺得他還應該要有一個 global perspective OK 那這樣東西呢 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學習 其中一個呢 就是透過一些體驗式的學習 那麼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設計呢 其實就是希望做到這一樣東西了 OK 那麼其實我們每一個學生呢 其實在畢業之前呢 都會 都會 去有機會去做這個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 OK 第一 第二 很重要的 exchange OK 中大的商學院呢 其實我們都很 proud of this 一樣的 其實我們每一年呢 有超過二三的學生呢 其實都會在畢業之前 有機會去一次 挖二上的 exchange 那 exchange 也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component 在你的大學生涯裏面 最後一件事 Internship OK 如果我們講說co-curricular activities 很重要呢 一定是講這幾個範疇 而Internship 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最 proud of 的範疇 可以說 那你見到94%是什麼呢 就是講說我們的 graduate 其實在他畢業之前 94%的同學 都會有起碼一次 OK 很多是多過一次 一個Internship 的 experience OK 那Internship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一方面呢 他可以將 可以給到一些額外的 experience OK 可以知道世界是怎樣運作 第二方面呢 都很重要呢 就是你可以實際上去試一下 你課羅上面學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去印證一下 那都是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 experience 來的 最後一件事 在這一節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我們的畢業生的表現 在job market 上面的表現 那呢 這個有另一個我們很 proud of 的數字 98%是什麼來的呢 98%就是講的 IBBA 畢業的同學 其實有超過98%的同學 在畢業六個月之內 已經找到工 或者已經決定去 further their studies OK 那通常呢 找工呢 對IBBA的同學來說呢 就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OK 而過去幾年呢 過去幾年呢 我們平均每一個畢業生 畢業的時候呢 手上都有兩個offer OK 那他就要選擇 究竟去A公司呢 還是去B公司呢 這樣 都可以跟大家講多一點點 那個 distribution OK 那你會見到 大概28%的同學呢 就進入了 banking and finance 那另外22%呢 就是accounting and auditing 那另外10%呢 那還在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等等等等 不同的範疇呢 都有的 OK 好了 那我想我這一部分呢 就暫時講到這裡 那大家可以欣賞一段短片先 OK 跟著呢 我們回來呢 就會有一個alumni的sharing OK I think should be in 2010 嗯 1960s I didn't know 200 or 300 Over 100 200-something I think it's 100 200 plus 50 Each year around 200 IB-based students go on overseas exchange Let's hear their stories I've been to Corpenhaegen Business School in Denmark I attended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melting pot with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various culture and I have always been attracted to the subculture in different local districts Corpenhaegen Is ranked one of the most liveable citi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urvey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Hong Kong is known for its stressful and hectic lifestyle Therefore I chose Corpenhaegen to explore the ways of life and I would like to be more open-minded like the Scandinathians and think more critically Apart from that Corpenhaegen Business School is a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in Europe I plan was to make friend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it into their cultures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overcam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o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European cultures I wanted to broaden my horizon I took course on different subjects including contemporary media and criminal justice which lead me to new insights on global affairs and creativity for chatting with local students I discovered new issues through multiple perspectives I realised there would not be such exposure if I stayed in Hong Kong I went on a road trip in Denmark with my foreign friends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continents and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During my homestay in the US I had a great time with my host family as we always exchanged our ideas on differences in lifestyle and culture I also went hiking to potato chip rock in San Diego with my friends it was a really tough hike we all thought of ourselves as Indiana Jones when we reached the top the US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melting pot with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various cultures and I have always been attracted to the subcultures in different local districts heal good which is the Danish concept of closeness and well-being 好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環節 OK 在這一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 alumni sharing 的 我們今天很開心 找到三個 distinguished alumni 回來 有一位就是我身邊的 John OK 另外兩位就是在zoom上 大家可以看到 是Clarence 和Bonnie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OK 在這一部分 我希望是一個簡單 舒服 輕鬆 的 一個panel 分享 不如我們首先 go around the room 讓大家可以 介紹一下自己 不如由Clarence 開始 Hello 大家好 聽到嗎 聽到 你好 我是Clarence 畢業了很久 很開心回來 分享一下經驗 我現在是基地基地 我現在人在上海 但是我離開了中大之後 其實我去了世界各地地方做事 我剛才在歐洲 在Paris 在Vienna 然後去美國 然後再回來 亞洲 在台灣 中國 剛剛去完英國 再回來中國 再做事 所以 我很開心 分享我的經驗 謝謝Clarence Bonnie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倫敦英國 我看到 Claren師兄的皮膚 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我2013年畢業 VBA Global Business Studies 現在我事業方面 就是做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Impact 那方面 我讀書的時候 其實都 Global Business Studies 都帶我去不同國家 現在做事 我都是同事 在加拿 在India 都是很 international 很開心可以繼續分享多一點 謝謝Bonnie 我稍後會再 再進入多一點 再問一下你 John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介紹我自己 我是John 我在066年 在中大商學院 工商管理學位畢業 是有商專修的範疇 包括人力資源管理 和市場學 其實回到中大都很特別 今天我們在這個環境 去介紹我們自己 其實都令我想起 2003年我是入學中大 所以都是講回SARS年代 所以就 這次都很特別的 一個分享的經驗 我現時 就在一間瓜葛的律師事務所 麒麗律師事務所 就是主理他們的 亞太區的合規事務的管理工作 謝謝John 不如我先問一個問題 讓大家去論字 去答一下 第一個我想看看大家 當時究竟 為何有什麼因素 令到你希望可以讀行業 不如由John 那時候我想我沒有即時去想讀工商管理 或者涉業商業工作的範疇 可能我不是想到畢業做些什麼工作 我想作為一個中六中七的學生 那時候我都是從我周邊的環境 我家人都是從事商業的經驗 我自己在校內都有很多 那方面的涉業 可能去讀商科 還有我都有很多參與學校的活動 包括當時的學生領袖 所以就幫到當時很多參與籌備的工作 之後開始接收到商業的模式 從而想繼續去進修這方面的範疇 這個就和你剛才說有些家庭的因素 對,都有些家庭的因素 謝謝 那不如請Karen分享一下 好,其實差不多 其實我不是想出來做生意為商業 我讀工學的時候有兩個很大的興趣 一個就是電影 一個就是一邊打球打籃球 所以我很享受創意 和很享受工作 不太喜歡那些很人的工作 所以到了選學科的時候 很老實說又不是對某些項目很感興趣 我覺得商業可以給你很多機會 或者會跟不同的人 有很大的興趣 很大的觀感 最重要的是 我當時很早已經決定會做貿易 所以我覺得貿易在商業裡 是一個比較可以適合到創意的工作 所以我後來選了貿易的大學 後來出來做事也是做貿易開始 好的,謝謝 Polly 我當時其實不是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 我想大家聽 始終這麼小 其實未必有想到 第二節錄完之後想做什麼 我跟兩位師兄都差不多 覺得 business 比起其他學科 我是可以接觸不同範疇 可以接觸不同的人 比我的exposure 會比較大 當時我2013年畢業 2010年的時候 都已經有參加不同的orientation day 我其實是記得有個presentation 是中大的presentation 是特別impressive的 會覺得那個師兄可以 譬如透過business 不是只讀書 亦可以接觸到世界 和去了解 一些除了學科之外 怎樣去做人的經驗 我會覺得很impressive 其實是聽完那個talk 和那時候那個talk 很幸運可以來中大 看到那個campus 那個campus 我覺得這個真的像一個大學 不同的其他大學 會好像在那個城市裏 那這些全部都是一些factor 令到我覺得 可以用大學這個時候 去擴闊我自己的視野 可能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想繼續專 有個concentration 或者是專業 想走一個譬如讀法 或者怎樣 那我之後讀完那個bba 都可以繼續去進修 我想Bonnie剛才的講法裡面 其實不單止說 為什麼要讀business Bonnie也有提及過 有些重要的因素 吸引了你們中大的business 不如我又問一下John和Clarence 你當年其實除了講 有一個選擇business的想法 其實不同的大學都有提出 一些business的program 你又覺得中大有什麼 最重要的特色 會令到你有興趣去選擇呢 你覺得John先 好啊 我想我那時候去選擇讀雙科 其實我也有個好像Claren師兄 那樣清晰 想讀某一個範疇 我就就著這個範疇去看 其實在香港裡面的大學有什麼選擇 我那時候就對市場學 和人力資源管理這方面 是兩個特別是有興趣的範圍 所以那時候就見到 其實中大有這個專修的範圍 其實對我來說很吸引 我不需要在兩者之間 只選擇一個 我就覺得兩樣都可以選到 我就非常之開心去選了 中大的其中一個課程 謝謝 沒錯 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的 Bord-based program 裡面所提供的一些 給同學 為什麼其實背後是有一些理由 就像John所說 Calvin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因為我讀的時候 中大的商業學校 比較出名 比起其他學校的 領域比較高 還有歷史比較長 所以其實讀商業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Alumna的網絡 因為你需要很多商業的事 都要建立 就是Based on your network 去認識很多人 或者Creative Connection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比較有用 尤其是當時做Creative的事 做Marketing的事 很多時候很需要知道 很多Contact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原因 第二樣東西 那時候我不知道你現在還有沒有 當時我們讀中大有一樣東西 叫通識教育 是一個Gender Education 是你本身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只讀這兩項東西 我不是說很 有幾個讀書 反而希望在三年和四年 大學生活裡面 可以經歷多一些學生的生活 還有可以讀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讀政治 讀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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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語 因為我覺得在最後 你想確認你 在上班的時候 你會變得更有興趣的人 所以我覺得中大是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可以給到這個機會 第三點就是剛才你在一個影片播放的就是 交易程式 那時候中大交易程式 是比較建立的 現在更厲害 三分之二的學生可以去交易程式 那時候我們欠到台灣的壓力才可以去到 所以我覺得那個學校 本身除了是 business school 還是 business school 以外 提供了很多 opportunity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想去中大 謝謝Currence 我想Currence 說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了我交易的機會之外 Currence 提到一個中大的 unique feature 我們在說我們會有通識教育 其實這個也是 leverage on 中大 剛才我說過 中大是一間很大的大學 其實我們希望同學 其實總之是 business 的同學都好 其實會有機會去涉獵不同的範疇 去學習不同的東西 這個相關的問題 我又想問一下三位 那你覺得我有些因素 希望讀 business 希望入中大 那我希望中大的經驗 其實是沒有disappoint到你們的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中大的學習 其實是怎樣可以幫到你們 在 career development 上面 或者整體你的人生裡面 怎樣可以幫到你們呢 不如John 先講 好 我剛才也介紹我自己 那時候就講我從事法律的事務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業的發展 其實我本身都是讀商科 其實都是源於我那時候 在讀工商管理的課程裡面 就收了一科叫做商業法 那時候很感謝其中我一個導師 就是羅莫士 他就教了一科 那是我的啟蒙老師 真的可以叫他啟蒙老師 因為他真的推動了我之後 再深層在法律 成功被選入中大當時的第一屆的法律學院的學生 所以我覺得在工商管理這個學位裡面 其實你的範疇真的很多 可以發展的機會都有很多 所以我想他帶給我的東西 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是繼續慢慢鑽研法律 到現在都超過10年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其實很多 多謝其實商學院給了這方面的機會 我去涉及這個法律的範疇 謝謝John Karen 我覺得那時候大學的機會最好的 最好的機會 其實讀中學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在大學幾年 其實最好的機會就是很多時間 可以讓我參加不同的活動 或者expose等等的東西 但是over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由的學習環境 所以令我更加了解我自己想做什麼 在我的情況下 就是更加確定我知道我想做什麼 例如我畢業之後 我從事Marketing 或是Creative的一些方向 第二就是我畢業之後 就決定我來香港去 探索外國的一些工作機會 很多這些事情其實都在大學過程 透過剛才說 可能是Professor 可能是同學 然後去交易程式 更加可以確定我自己想要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價值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 我覺得中德給了我很多機會 去參加很多的活動 例如那時候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們叫Basel 就是有行業 還有行業 還有行業 一個行業 那時候我們去 學生身 去領域 學生組織 或是校隊 透過所有這些事情 然後令到你 斷架清楚你想要什麼 最重要就是 然後就準備好去面對社會 謝謝 Donny 我知道你那個發展 又是十分之有趣 尤其是你剛才跟大家提到 你現在在做的 可能是社會主義 或社會影響上的項目 可能有少少同學會覺得 你讀行業 為何你現在在做這件事 中大商學院的教育 其實可不可以幫到你呢 其實我現在的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 是一間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的範疇 就是關於社會影響 譬如幫一些社會 想想一些社企的話 幫他們想想 怎樣可以 diversify他們的 income streams 建立他們的 business plan 對幫一些商業的機構 就是幫我們想想 怎樣可以做社會影響 所以其實我現在做的顧問公司 我覺得每一天都是 好像參加那些case competition 就是以前我們case competition 那一刻有一個問題 你要幫他們解決 那你怎樣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而你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可以幫他們 achieve 到什麼呢 所以絕對我在大學的時候 學的東西 Marketing也好 Finance 其實所有這些東西 我都是現在在公司裡 繼續去用的 那第二件事 我覺得中大師兄都說過通識 我真的很 appreciate 大學是推動我們來讀通識 雖然那時候一開始入學 我會覺得 為什麼要讀通識呢 明明我是選 business 但是 我覺得讀通識真的 擴闊了我們的視野 令到我們知道其實你人生 不是真的只是你的 career 而是一個 life 你要學你怎樣去找你的 value 我覺得通識是令到我變得 比較成熟 令到大學雖然那時候二十歲 畢業二十歲 但是都已經比較成熟 會知道自己其實想找些什麼 我大學第三年的時候 我想就已經發覺了我希望我的 career 透過商業 但是我是希望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 我不是只是想幫一間公司去賺很多錢 但我是希望用商業的理念去幫整個社會去有正面的影響 所以我畢業的時候 其實第三年就學懂了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我想中大真的比起其他大學 在社會企業是真的有個 leadership 因為我們host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challenge 我那時候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有參加這個 case competition 其實 case competition 裡面的 idea 就是我大學三年級 決定成立一間社會企業 所以可以說在學生的時候 學生年代的時候就已經創業 而大學真的給了我很多的支持 之後我畢業就去了LSC 在倫敦讀進修 因為我自己發覺 可能 business 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但是我希望進一步去再進修 就是讀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那我就去了倫敦讀過 master 之後就繼續留在倫敦發展我的事業 有些像 Clarence 師兄 其實畢業之後就走了過去 在倫敦現在已經是第七年了 時間過了真的很快 我想同學都會透過三位的分享裡面 都看到一樣東西 雖然我在頭過二十分鐘 在第一個 section 的時候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講 那個 program 的設計 會有些什麼不同的 training 或者是有些相關的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都好 我猜大家都會見到 其實透過三位的分享 其實你的大學生涯 其實不會只限制是商學院的 其實中大不同的 unit 其實都提供很多不同的機會 很多不同的 exposure給大家 我又想挑戰一下三位的一些記憶 剛才有一些 你們也有提過 中大提供到一些 specific的東西 一些 unique的東西 如果我說你選擇一樣 你覺得最 impressive 的經驗 或者是最 rewarding 的經驗 你會是什麼呢 你的答案會是什麼呢 阿John 真的考考我的記憶 我想那時候我最大的挑戰是 要學會怎樣管理自己的時間 我記得我有一個學期 因為我是修讀 marketing 和 HR 課程是同一時間 我記得我是同一段時間 管理要有五個 project 因為我們有幾個 全部的課程 每一個都有 project work 所以你又很學會怎樣管理團隊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做 team leader 的角色 其實是資源分配 時間管理 和最後的統籌報告編制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經驗 就是到現在出來做事 這麼多年 其實這件事都是繼續運用到 Time management 我們經常聽到學生討論一個 term 叫做 Deadline Fighter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歷 就是在大學的生涯裏面 Karen 我想是我的 exchange program 因為我成長 我家裡很窮 所以基本上我還沒讀大學 我還沒離開香港 所以我的世界就是香港 所以我剛好有機會去了 exchange program 當時拿到贊助 令到我去阿福德去到 那我就不要浪費了 我前前後後後 拼了很多不同的旅程 雖然我去了美國做 exchange program 但我之前還記得 我去了美國另一個 summer camp 去教小朋友踢球 然後我做了兩個 summer job 一個 summer job 就是在埃塞尼亞 另一個就是在德國 一個農村 因為我是讀德 所以我整個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完全改變了我 認識了這個世界 最重要的是 令到我想繼續學習 所以我回到香港之後 不太久之後 我就再找洞路 看看怎樣 結束我就再去法國 再繼續讀書 然後我幾乎回不了頭 然後基本上 我從來沒有去香港做事 所以我繼續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沒有那年的機會的話 我想我沒有可能會有過這樣的 path 幸運可以有機會 那個最大的改變 這個真是一個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Karen 我想這件事也是 為何我們在中大小學院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麼強調 其實同學如果有機會 就當然又去交換 就算真的 因為各種的理由 沒有機會去交換 也好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去給大家 會有這個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所以才會有一個所謂 我們叫 gel 的一個 initiative OK Loni 真的有很多 memory 還有因為我的 budget 並不是這麼久 所以還記得很多不同的回憶 如果說一個最難忘的 真的很難說最難忘的 但我講一個很特別的轉捩點 我想是 因為通識我們要讀四個不同課 D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怎樣的 structure 其中一個是要讀 philosophy 我就選了一個科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叫 philosophy of love 我覺得很特別 沒有想過會讀這些 可以說比較有趣的科目 但是 philosophy of love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 course 還有令我想到 比較多些人生的東西 我想是令到我會變得比較成熟 還有他不只是想 可能是建立到我的 critical thinking 因為始終我的 business education 其實是很 straightforward 有些科譬 比如 economics Fred 那種很有行李教我 economics 其實都有接觸到多些 critical thinking 但始終 比起 philosophy 其實真的是 就是 philosophy 令到人們要想事情的層面 就是另外一個境界 我覺得很有行就是讀了類似這些的科目 令到我可以想多些人生 和我自己的 value 是怎樣的東西 Thank you, Bonnie 好了 我想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又希望三位可以對我們 在未來的一個 younger generation 去給他們一些 advice 譬如你覺得 今年一個新的世代 OK 他們接下來應該怎樣去為未來做些準備 他有 或者 或者這樣說 你對他們 有些什麼的期望 他們應該要有些什麼的 quality 你才覺得 嗯 good 阿總 我想 在一個中學生去學習的過程 我想在那段時間 我們 我想回那個時候 自己小時候 就很著重答案 最終答案是些什麼呢 我想要是對的答案 就知道得分 但是隨著人生的經驗去累積 還有入了大學之後 你發覺這件事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個 那時候03年入學 其中一個新生的camp 我記得當時那個中大口長 林澤沈祖的教授 他就跟一個很大堆的新生講 他說 我們每一年 有些新的醫生進去醫學院 我就會跟他們說 你記住 我今天講一番話 我們就是 你接下來這一年學的東西 有一半都會是錯的 但是呢 就不知道哪一半是錯的 那我們其實那句話 到現在都很有啟發性 因為我就會學識 其實我們不只是追求的答案 不要漫無追求的答案 其實要著重學習的過程 明白怎樣去找一個答案 怎樣解決問題 其實那個過程是分分鐘是重要 過最終你的答案是得到什麼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 未來的入的準的大學生 你考慮你的人生的過程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前輩 去看回其實你就不要只針對答案 可能想一下其實你學習的過程 怎樣去解決問題 是重要的 你最後得到什麼答案 我希望就是這個分享 明白 我也很同意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答案其實究竟是A和B 其實我們不是很確定的 很多時候 但是追尋答案的過程 無論是做的分析 或者是相關的經歷 我都覺得其實還是很重要 Karen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去完交易程式 他們邀請我回去做類似的分享 然後問我的問題 我問完我的答案之後 通常不會再請我回去 因為我的答案都不太追求 你解釋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都不用這麼認真 不用那麼嚴肅 只要有興趣 讀了那麼多年 中學那麼辛苦 考到那麼多事 你的學生應該是最好的時間 你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問我有什麼 不要說有什麼 有什麼提示 我希望大家 就是會很享受 剛才很多同學都說了 中大是一個很美的 campus 你會認識很多人 你不要把所有的時間 放在讀書裡 做一些朋友 約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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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享受你的學生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覺得 學習幾個事 無論你學習什麼 就學習幾個事 但無論如何 大部分你學習的事 將來都沒有用了 因為世界會改變 他們會改變 所以剛才聽到一個提示 我非常有用 就是學習如何 要學習 因為最大的一個能力就是 學習的能力 就是如何能確保 將來出入社會的時候 面對一些東西 你還沒讀過 沒學過 沒做過 你還可以學習 這個能力就是 我現在在中國 在行動 我們現在去面對 北大清華 所有大學學生 都是我最重要的體重 其實我不太關心 他有什麼大學 我關心的就是 他有沒有能力 去學習很快 很快 這個能力就是 你大學裡面 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行動 讀書的過程裡面 能夠配備到你自己 因為這個能力 並不是你中學的時候 會養的 我猜香港中學的教育 都是考試的 所以大學是一個 好的環境 令到你可以用一個 很不同的方法去學習 我覺得這件事 我會給你提示 就是有些興趣 然後學習 學習 謝謝Karen 我覺得你實在講得太好 雖然可能 我來說真的 我不知道他沒有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樣講也不是很好 但其實 坦白說 我真的完全同意 你所講的 一方面 我們在課堂上學的知識 可能很快就會失敗 可能根本無法接觸到最新的 所以學習的能力很重要 另外我也經常跟學生說 其實我希望你透過學習的過程 我希望你那四年的時間 其實也是一個 有趣的經驗 好像你之前說過 過了四年之後 其實是希望你是一個 很有趣的人 我覺得你覺得太好 謝謝 Bonnie 是很同意兩位師兄說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 有兩點我會加 第一點是我覺得年輕的一代 雖然我還是比較年輕 但我覺得下一代最重要 譬如現在聘請人 我看什麼呢 就是看他們願不願意收創詞 例如剛剛的聘請人的程序 我是不看CV 我們是不看CV 我們是開了孫聘請人的 不看CV 我只叫人寫三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你曾經遇過一些什麼問題 在你的人生裡 而你如何去遇到那個問題 我想這個願意受挫折 譬如我自己絕對在大學 是有很多時候 是真的要有挫折 譬如失敗了期限 也好 或者輸了課競爭 也好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是去學 如何再起身 而如何學習從失敗 我想這一點 尤其是在中學的時候 是真的太避免了 我是真的沒有什麼 受到挫折的經驗 但是譬如師兄說 現在世界有很多的轉變 如果我們不懂得 如何去守賽制呢 那是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說真的 我是有請過一些香港的同學 在倫敦來做事 而比較香港的同學 和英國的同學 或者其他歐洲 美國 因為我現在的團隊 由印度 加納 即不同地方 我覺得香港的同學 真的比較玻璃心 譬如說 有時說 一個回應 他們就會 很個人的 就會覺得 我已經不想做了 因為我很不開心 我想這也是 我們可能 不太幸運 沒有這麼多挫折 希望下一代 真的會想 如何去擴敷我們的視野 去去外面的舒適 可能你會被人打倒 但是你要繼續 起身 要繼續 回向 另外一件事 我就是覺得 要有一個好奇心 還有要有一個冒險心 我覺得香港 可能我們的文化也好 但是很多同學 都是走一個很平凡的路 或者覺得 可能爸爸媽媽想我走的路 我就這樣走 例如Claren 師兄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路 但是你看到 因為他拿了這些不同的旅行 而令到他現在做的事 是真是很驚訝 我覺得我自己都很幸運 是有一個冒險心 譬如我之前 剛剛 譬如中大畢業之後 我就去了巴基斯坦 做福利 可能會覺得 一個女孩子自己去巴基斯坦做什麼 但是這些不同的事情 令到現在 I'm very happy 我聘請人的時候 譬如現在 剛剛聘請了一個 新的研究員 他之前是讀 sorology 就是讀動物 和 business advisory 是很無關的 但是他在不同的經驗 和動物如何接觸 做一些蜜蜂 他又會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些比較特別的經驗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東西 因為這樣 你有特別的經驗 就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Thank you Bonnie 我也覺得 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lesson 對一班新的同學 好了 我想在分享那個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也想多謝John Karen Bonnie 今天花個寶櫃的時間 和我們新一代的同學 去做一個很簡單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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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 現在在電腦面前的同學 其實會知道一件事 雖然好像剛才所說 我回到頭的二十分鐘 去分享那個 program 一些重要的 features 一些我們的想法 但是其實你見到 透過三位 alumni 的分享 也都見到 你大學的生活 其實不只是在班房裡發生的 或者我們的 business education 其實都不只是在班房裡發生 我都會寄予大家 去到大學之後 其實去拿不同的機會 去探索不同的東西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好像剛才Bonnie 好像Karen 和大家所說 其實是透過一些不同的活動 去拿到一些 unique experience OK 最後這幾分鐘 想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在螢幕上 看到我們的 size 我想很簡單 跟大家分享多一件事 就是關於 admission 相關的一些資訊 你看到第一件事 就是IBBA program 的 minimum admission requirement 已經是講到很熟口熟眠 332233的數字 這個是我們IBBA program 的admission requirement minimum requirement 還有兩件事 大家應該都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我們 那個計分的標準 IBBA 是用一個best five的方式 去計分的 換言之 我不管你是什麼科 都好 總之是計你最好的五科 還有最後一件事 就是IBBA 那個計分的方法裡面 並沒有一個特定的 weighting OK 就是說你每一科 我們都是用一個 equal weighting 的方式去做 那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 admission interview 其實我們近年 每年都有做一個 在六月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大型的 admission interview OK 那我們其實是interview 超過三千個同學 OK 那 這件事大家需要知道的 就是我們 如果你 如果你有將 business school 的program for example IBBA 放在你的ban A choice 我們才會邀請你過來做interview OK 所以如果同學 真的對中大商學院 例如IBBA program 或者其他的program 是有興趣的話 其實記得把它放在 Ban A choice 我們才可以有機會 透過interview 和你接觸得多一點 也會清楚多一點 那同學也會問 關於interview 那個arrangement 是怎樣呢 那樣 剛才說過了 會在今年 會在那年的六月 一份 具體的日子 我們接下來會公佈的 那另一件事 可能同學都想知道的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interview 去看到些什麼呢 其實幾個不同的範疇 你在一個slide上面 就見到 我們會希望可以看到 學生的communication skills 我們希望看到 學生的problem solving skills OK 那另外我們都希望 可以看到同學的attitude 同學的social awareness 甚至同學的creativity 我們都覺得是十分重要的 那再一次呢 多謝在電腦面前的大家 我花了一個鐘頭時間 去了解IBBA Program 當然我們要再多次 多謝三位alumni 今天很重要的 我的價值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就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 第二天 萬一 這裡 有些事情 在 Palestinian